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优点加在一起 使得此剧连续37天时间 占据着热露榜榜首的位置 除此之外呢 他的口碑也非常好 豆瓣评分也高达8.6分 在凭借温克行得到广泛关注之后 龚俊迎来了自己演艺事业的瞬天 不断有剧组找他担当主演 同时还有不断已经拍摄完成的电视剧文室 今年的4月份 龚俊推出了积压多年的《指尖少年》 到了7月份呢 尤其和张贵文领衔主演的《你好火焰兰》播出 三个月后 他和王子玄合作的《而你刚好发光》问世 这三部剧的播出时间呢 先后仅相隔两三个月 如此多的数量和如此高的频率 让龚俊成为了本年度最忙的电视剧演员 但如果只保证数量而忽视了质量 就很容易输掉观众的口碑 龚俊共4月到10月呢 接人推出了三部剧 数量是很多 但其中却没有一部高质量的作品 《指尖少年》播出后呢 观众直呼辣眼睛 《你要火焰兰》播出之后 差评远远度与好评 而《你刚好发光》播出以后 豆瓣网上全是一心差评 三部剧的口碑全部铺接 这不禁让人开始怀疑龚俊的演技和能力 他的人气也因此而不断下降 不过呢 龚俊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在202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 他又推出了电视剧《沉睡花园》 该剧与前三个作品相比呢 质量就要好很多 《沉睡花园》是一部浪漫悬疑剧 由龚俊和乔欣领衔主演 主要讲述了自媒体情感公众号博主萧萧 和专业心理自行师林申 成就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故事 该剧于今年12月13号呢 在湖南卫视和线上视频平台同步播出 观众在看过以后 整体反响还不错 做了一部浅一剧 《沉睡花园》的故事剧情很有吸引力 画面呢也很带感 而节奏很快没有拖泥带水 最主要的是龚俊的演技又回来了 饰演的铃声一绝在情绪和眼神方面的转变 还是很流畅的 没有刻意表演的痕迹 《沉睡花园》一共有16集 单集时长是70分钟 目前呢该剧集只更新了几集剧情 它的口碑能否达到半年前 深和令的高度 还需看后面十多集剧情的表现 《沉睡花园》的剧情啊 确实有点出乎意料的好看 而且节奏感把握的很好 该甜的时候很甜 该悬疑的时候很吓人 人物设定呢也都蛮立体的 不是什么龚俊人 选角呢也很符合人物设定 最重要的是剧情不俗套 男女主的智商呢也在线 除了男女主说话的嘴型经常对不上之外 没有什么太大的瑕疵 自《山河令》之后呢 龚俊的演技也是真的开了脚 她在这部剧中的表情 眼神非常有戏 尤其是女主持到导致她脱稿演讲的一场 那个表情啊 切换有种鬼谷谷主的感觉 但又不会过于阴狠 又能让人察觉到她的情绪变化 她演的心理自行师呢也很温柔 能让来访者对她产生信任感 龚俊的演技和对人物的塑造进步很大 后续剧情呢只要不帮 《城市花园》是有望大火的 这部剧和《谁是凶手》一样只有16集 但时长却比她多出一倍 而且从首播效果来看呢 这部剧的评分应该不会比《谁是凶手》低